一季在首胜过万贯家财 花林县政府社会处所举办的 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计划 15号上午是在旧国光山宫举办了开训典礼 而包括了社会处长张艺华 花林县议会民政小组总召张怀文 议员张美慧 吴东升 杨华美都参加了开训典礼 并且表示支持 也勉励15位学员能够取得证照 为自己的人生有更长远的规划 花林县政府社会处劳工科 15号上午在国光山宫举办了 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计划的开训典礼 422小时的课程将为每一位学员教导 如何制作甜点以及行销 社会处长张艺华表示 社会处在今年一共开办了四个课程 希望每一位学员都能够学到一技之长 增加自己的竞争能力 所以我们去年先开了一个产观学的会议 先讨论 要帮各位开什么班 所以今年有四个班 今天这个班是第一个开训的 除了烘焙就是我们点心 这一期就是点心 另外还有一个首饰的装饰品文创产业的行销 这也是这一次比较特别 以前没有开这个班 因为有些我们好朋友手很巧 可以做装饰品 装饰品可是他不懂的行销 所以我们这一个班也有所谓的行销 文创行销 那各位去就职之后 就业你们的工作环境 我们老师哥也会去看 如果说你们工作环境上面有什么硬体要加强的 我们还有编这个预算 帮我们这样的好朋友们去把就业环境把它调整 民政小组总召张怀文表示 每一位学员来到这里都能够学得一技之长 才能够获得证照在未来就职时候可以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非常感谢花里县政府社会处能够照顾到每一个族群 那今天这个演习里面 我们看到各位都一起来参加 15位都参加了 15位参加这个班是小额美 相信由我们的老师 陪同各位在422个小时里面 各位一定可以学习到很多 人家说有一技之长可以走天天下 多学习 尤其现在是多证照的时候 有证照我们可以发挥我们所长 这个今天看到各位都很热心的 希望能够参加这个演习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也希望社会处 这个张处长他很用心 他希望能够经常办一些演习 让大家有机会参加 花里县政府社会处每一年都会举办文创手作行销 以及甜点制作班 15位的名额在一个月的时间就报名额满 422个小时的课程将持续到7月份 也希望每一位学员在这个短暂的课程当中 都能够增加自己的一技之长 为自己未来就职的时候增加竞争力 大家加油好不好 好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